哈喽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把你的锁定画面设成动态桌布 说到iPhone的桌布其实它要求也是蛮严格的 一般的桌面是没有办法换成自己想要的动态桌布的 可是这个锁定画面就可以透过Live Photo的方式把它换成动态桌布 在开始之前不要忘记帮苹果Mai按个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才不会错过未来更多关于iPhone的教学还有资讯喔 那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个小短片 那这个部分就可以用到我们之前就教过的萤幕录制的方式 把任何网络上的影片揭露下来 那我们很快的讲一下要怎样用萤幕录制 就是到控制中心往下拉你就会看到这个白色的圆点 那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白色的圆点的话 你就到设定 设定里面有一个控制中心在这边 你就把它点进去 然后呢你就会在这下面找到萤幕录制 你就按一下左边的加号 那如果你原本就有的话它就会在上面这边 接着呢你就到网络上面去随便找一个影片 把它用萤幕录制的方式录下来 那录完之后呢到相簿里面它就会变成这样子一个档案 接着呢第二个步骤我们要去下载一个APP 叫做IntoLife 你就到你的App Store里面去搜寻IntoLife 在这边 把它下载完之后呢我们来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你就去找到你刚才录制完的那个萤幕截录的影片 然后选取 点进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在这边做剪辑 那这个APP免费的版本最常可以做5秒钟的LIFE PHOTO 如果是付费版本的话最常可以到30秒钟 声音的部分倒是无所谓 因为设成动态桌布之后它的声音都会被静音 然后按一下左下角的这个画布你就可以把它制作成你想要的样子 它就会给你模板 然后我们就把它设定成这个样子 然后按一下左上角的制作 然后这边的话免费版本就是只能选不重复 然后它这边制作完毕嘛 你要按一下下面的这个储存为LIFE PHOTO 你点下去之后它会跳出一个广告 那你就不要理那个广告就好了 它已经储存完毕了 然后我们回到相簿呢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张圆框照片 接着按一下左下角的分享 那差不多在中间的部分你就会看到一个作为背景图片 然后选一下这个 里面呢你就可以按一下萤幕来看一下预览一下这个动画 没问题之后呢你就按一下右下角的设定 这边呢你就选锁定画面 如果你按设定主画面的话它一样会变成静态桌布 所以只有锁定画面它才会变成动态桌布 所以就选这个 接着呢我们来锁定画面试看看 那这边呢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它一定要解锁 然后你按住这个画面它才会开始动 撇除这个缺点之外呢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小孩啊或者是爱人的照片 设成这个动态桌布 就可以随时随地看到他们的照片咯 好的那今天小小的动态桌布教学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都有设定成功 那如果你喜欢这类的教学影片的话 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开启小叮当 才不会错过未来更多更精彩的教学影片哦 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去追踪我的Instagram 我的账号是AppleMade123 我会在里面分享一些手机的资讯啊 或是手机壳的分享以及我吃吃喝喝的玩乐生活照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追踪起来哦 那我们今天的教学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